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星期四早上天文台的天氣報告 我是你奉迎 一股達強風程度的東北季後風 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地區 受到高空擾動的影響 昨晚一直都有一些雨落 不過在雷達圖像最新見到 主要的雨區已經移離了我們 香港暫時外面的雨量不算太多 但我們預計晚一點會有另一個雨區 由西面而來影響我們 大家差出門口的時候 記住一定要拿回白傘在身 至於天色方面 在大範圍的衛星雲圖見到 一些廣闊的雲帶 正是覆蓋整個華南地區 預測香港今天的天色都會一般 至於氣溫方面 在六點多小時的時候 各區的氣溫 普遍是在19度至20度之間 今天的詳細天氣預測會是多雲 間中有雨 另外稍後局部地區會有雷暴 最高氣溫會上到大概21度 風勢方面是吹清淨的東至東北風 另岸和高地會吹強風 至於展望方面 我們預計 未來一兩天 我們會受到東北季後風 和高空擾動的影響 天氣會清涼和有雨 另外星期五的時候 雨勢有時還會頗大 要到下星期接近中期的時候 隨著高空擾動的遠地 和東北季後風的緩和 到時我們的氣溫都會慢慢回升 天色力都會很轉 這次的天氣報告就講到這裡 Jordine